《徐I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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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谈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在第二个 在谈真成本的之余呢 就谈到资金成本的降低啊 成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啦 资金成本要降低 大體上除了把這個低成本的權重提高 要不然就是每一個資金的成本都把它降低 一定是這兩個路子 但是問題是自有資金跟外界資金之間 我們說以成本降低來說 外界資金多自有資金少是會降低成本 就沒有辦法的是 沒有說資金成本又低 然後風險又低 那這樣就太好了 資金的成本你要降低 那就是提高你的風險 所以這兩個中間要怎麼去考量 而且短期資金跟長期資金 要匹配你的資產結構裡面的資金需求 所以短期跟長期資金又必須要做搭配 所以財務資金確實是比較辛苦比較難 在取得一個最佳的可能只是一個平衡的一個狀態 很難走極高的風險然後成本很低 極低的風險然後成本又很高 那剛才我們講到降低成本 那在資金的控制裡面我們第三個就跟各位介紹了所謂的財務杠桿 那各位從出動開始 這次的 我們在財務的領域裡面 我們就利用物理裡面所謂的杆桿這個原理 把這個概念轉用到我們財務裡面 那產生有兩類 一個叫財務杆桿 一個叫領域杆桿 財務杆桿是說什麼呢 其實剛才在脫文篇裡面也說了 它是用外界的資金來增進 普通股的股東的報酬 剛才在投影片裡面已經看到了各位 那各位可以不會回想一下 我剛才講一句話吧 就是外界資金 它是用利率來表示它的成本 那自由資金就是用 股息率來表示它的成本對不對 例如利率跟股息率嘛 那我們可以說利率呢 永遠是小於股息率的 因為在全員提供資金呢 它比起股東提供資金啊 它的風險要小了很多 所以它的利率呢 它的投資的回報的利率 一定要永遠小於股息率 那財務杆桿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資本結構上面呢 如果能夠多 移重於負擔利率的 那也就是說外界資金嘛 所以這個等於是外界資金 這是外界資金嘛 那這是自有資金 對外界資金來講 我們的成本就是利率 對自有資金來講 它的成本就是股息率 那既然股息率永遠大於利率 那如果要降低它的成本 那就說什麼意思 多用外界資金嘛 少用自有資金嘛 意思就是說 在我們融資決策裡面 決定我們資本要怎麼來的時候呢 從財務杆桿的立場 多利用外界資金 少利用自有資金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只要一般的這種投資報酬率呢 能夠大過於利率 那就變成有多出來一部分的報酬嘛 這個不可能再到債權人的身上 因為它就是固定一個利率百分比嘛 剩下的部分呢 那就要歸給股東 特別是普通股的股東 所以我們說財務杆桿是什麼意思 就是多利用低成本的外界資金 來增進自有資金提供者的報酬 也說股息率 那這一種作為叫財務杆桿 但是問題是 是有兩面 是有兩面 什麼兩面呢 就是說 也不是任何一個 一個企業的一種措施 或者是行為 它絕對只有正面 沒有負面的 對於財務杆桿這個工具的一個使用 通常來講它有極限性的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風險因素在那個地方 因為你不可能說完全不考得到你的風險高低 然後聘命的去舉借債務 然後自有資金很少 那這樣子的話風險就高得不得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風險的提高 是在考量你的財務杆桿運用的過程裡面呢 一定要考量的 也就是說你要在考量風險是可以提高一點 因為你財務杆桿的結果就是提高風險嘛 但是在提高你可以接受的風險的水平底下 然後來增進你普通股股東的投資報的投利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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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